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现在来一个天文的插播 那今天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 中原院发布了 跟一些天文科学家发布了 人类首度直击黑洞的真面目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字就是黑洞 刚才在大概9点的时候有直播的频道 那时候中原院有直播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公布了黑洞 那以往黑洞 我们是没办法直接观察到的 因为黑洞它就是一个重力很大的地方 那它会把所有的光线都吸进去 所以以前我们都会用一个东西 叫重力透镜来观察黑洞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利用这次全世界的望远郡 在这次他所发布的时间是在五个地方 同时发布这个记者会 那他主要是利用那个 四件四件四件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去提供观测出黑洞的照片 那除了中原院有参加之外 还有像美国的团队 哈勃的团队都有参加 那其实他观察这个黑洞 是在一个叫M8区的星团里面 那什么是星团 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介绍一下 那在这个星团的中间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中间有个黑洞 那这个黑洞大概有 它的质量非常的大 大概有50亿个到 有人是出过50亿到 40亿到50亿的太阳这么大 那所以呢 大概有人说是40亿到50亿 有人说是65亿倍太阳的质量 那距太 距地球大概有5500万光年左右 就是光跑5500万年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5500万年前的黑洞 那当然有趣的是这次利用这个成像的方式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 我们看到这张图上面 他中心有一个环状的地方 就是黑洞阴影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爱因斯坦的那个广益相对录影头 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以前从来没人见过 所以这一次是历史的第一天 值得我们去庆祝一下 我们看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看到的黑洞 以往是没办法看到的 那因为他这一次是利用那个 他这次主要是利用电磁波的关系 所以去看到黑洞 那如果也想要看到新的 相关的报导的连结 我会放在说明的地方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看到伟大的黑洞 那这是一个插播 两分钟 两三分钟的插播 那这是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所有的科学界为之震动 OK 那我们会持续的上传 新的天文的知识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跟分享我们 当然还有兰花 还有一些植物之类的 OK 那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的地方 如果兴趣的话 可以去说明的地方看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并分享我们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